大家好 欢迎收看财经及时通 我是Shan 大家现在是不是都满手现金呢 接下来应该如何布局呢 我们将镜头转交给季老师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那我们今天呢就是要来跟大家讲说 钱这么多到底要怎么办呢 为什么我们会说钱很多 今天呢其实在24号的时候 中央银行他公布了一份数据 就是关于我们现在到底台湾人的 存款账户里面有多少钱 这个数字呢已经来到了 快要逼近三兆元 这个数字已经是历史新高 他已经连续四个月创历史新高了 代表呢我们其实这一段股市的资金 动能是相当不错的 但其实这个数据不能只有这样子看 我们要用更精细 或是我们要用更学术的角度 来看这笔资金的行情 我们才知道这些资金到底会用去哪里 所以接下来时间要帮大家上点货币银行学 来吧我们开始 首先呢公布的这个数字 其实央行还会同时公布一个叫做M1B跟M2的东西 那其实为什么要做这些分类 是因为我们手上的钱 它其实是有不同的功能的 举例来讲 例如说大家手上的现金很好用 你拿去便利商店 你可以马上付钱 然后就把东西买走 但是呢 如果你今天手上是定期存款 你不可能拿那样定期存单跑去便利商店说 我要买这碗泡面 我要买这杯咖啡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钱的流动性是不一样的 有的钱可以马上用 有的不行 所以我们就把货币做了一点分类 分成比较好用的跟比较不好用的 那其实M1B这个东西就是什么呢 就是M1A M1A就是那些我们手上可以马上变现的 例如说像是现金 例如说像是支票 活期存款 你马上要用到的钱都OK 都可以马上用 那再来M1B就是在刚刚讲的那些东西 上面再加了一个活期储蓄存款 那这个活期储蓄存款 它其实是什么呢 就很像我们的交割户 它其实就是被归类在这部分里面 所以交割户里面的钱 它会被算在M1B里 那M2它其实包含了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这些M1B以外的东西 再加上准货币 准货币就是像什么定期存款 或是外国人持有的台币 这些东西它的流动性比较没有那么好 所以会被归类在M2 好重点来了 那我们要怎么看这个数据呢 我们要看的是M1B跟M2 它的年增率 就是它的增加的速度 跟去年同一个时间比的速度增加了多少 如果M1B增加速度 比M2还要来得快 这个时候我们会认为说 股市的资金动能是无余的 为什么 因为你活期存款变得比较多 我们想象 如果今天有人把定期存款解除掉 放到活期的储蓄存款里面 甚至M2就比较低 M1B就比较高 所以这个时候 你活期储蓄存款的钱多了 你自然就有钱可以去买股票 你可以去做很多事情 所以我们看到了M1B大于M2的时候 股市的资金它就是动能充沛的一个指标 而且它还有领先的作用 反过来讲的话 如果M1B小于M2 这个时候我们会认为 股市的资金其实是慢慢的在流出 因为你慢慢的把要拿去投资股市的活期 储蓄存款 变成定存单拿去存起来 你认为你不想要去承担这么大的风险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常常看到股市会有下跌的现象 我们刚才讲了这么多 你如果不清楚 来我们画图给你看 从去年大跌完以后 我们的M1B的年增率就一路往上喷 一路往上喷 这个时候大家想一下 是不是股市从去年的这个时候 也是一路往上涨呢 来这张图如果再看不清楚 我们把台湾债权指数也画给你看 我们看到了M1B-M2 就是刚刚上一张图的 红色的线减蓝色的线 我们把它两个相减以后 跟台湾加权指数摆在一起 有没有觉得这两条线很像 就像爸爸跟儿子一样像 所以我们用M1B跟M2的年增率 去计算一个指标以后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加权指数跟这个东西的联动性非常非常的高 目前这个指标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我们的M1B帧数还是远远的大于M2 所以我们认为 接下来台股的多头行情还是可以期待 其实我们在4月20号的 财经其实通上面就告诉大家说 多头行情就是买 你上涨可以买 你下跌可以买 你盘整可以买 创新高的股票你还是可以买 虽然这样讲感觉比较夸张一点 但其实多头行情 我们不预设高点在哪里 在多头行情的时候 钱这么多资金一直在追捧股票 所有的股票当然都有机会去创新高 这一点其实我们早在一个月前的节目上面都有讲过了 在群組里面也不断的告诉大家 所以如果你有在持续追踪我们的话 你应该可以很轻松的搭到这波行情 再来是昨天录影的时候 其实大家知道昨天航运股跌的有一点点残 昨天录影的时候我就告诉大家说 要注意航运股现在有点过高 有点过热 现在资金可以去看一下电子股 但是录影完到我们实际上看到发布影片有一段时间 我出摄影棚后我就发现 哇 状况不对 赶快发即时讯息在我的Telegram里面 在10点38分的时候告诉我的好朋友说要注意 因为我觉得已经等不到那个时候了 不然很可能会血流成河 结果我们看一下静棚录影的时候航运股还是收红的 还是红的 不是收红还是红的 然后我一出来我发现情况不对 赶快提醒大家提醒大家的时候 那个时候你还有平盘可以卖 你还可以去调整 后来我们看到什么万台一度跌停 航运股真的也是一度跌停重挫 虽然尾盘有稍微拉起来 但这个东西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大家去加入我们的群组 因为你加入我们群组 你才可以看得到这些及时讯息 你才可以趋及避凶 你可以少赔跟跌停板 能不赔就不要赔 其实我们看到昨天的电子股比重 已经回到了48% 也呼应了我们在前天的节目上面讲的 当资金进入一个类股的时候 这个类股的股价自然可以有所表现 所以后续电子里面的IC设计 还有半导体相关的 这些产业车用 你们都可以去注意一下 那最后就是跟大家讲一下说 我的新节目 财经第一线已经上线 首次开播 我们送出了很多小礼物 如果你还没加入我们群组 你一定要加入 那最后就是 昨天很多的好朋友反映给我说 哇 他们在群组里面 其实学到了非常非常多的东西 如果你加入我们群组里面 你也可以一样学到 不怕你不加入 不怕你加入的晚 就怕你不加入 让我们一起在群组里面 今天的明天讲题 谢谢老师的分析 想了解更多财经资讯 记得加入老师的Lite App跟Telegram 财经及时通 我们下次见 拜拜